好色风流 不是冤家不剧头 只为淫人妇 难保妻而否 熙熙眼前谋 孽满身后 报应从头万恶淫为首 因此上眉晒谐音 一笔笔勾 说这么几句 顶场诗 今天这个故事发生在 明朝嘉靖年间 杭州 这住了一位姓张的少爷 单字名晋 叫张晋 这算是一位风流才子 不过这四个字呢 又不能完全的表达出这个人来 头两个字 风流 还得翻上两份去 才能达到他的身份 后俩字 财子呢 又得撤下两份来 反正是这么一个 好风流的小伙子 家里凭我钱 小伙子 刀吃的也精神 头里走 后边跟着四个孩子 这四个小孩 都十六七岁 一边高 刀砍斧舵 一边骑 模样 都挺精神 有的 有的 给抱着琴 有的给拿着棋盘 有的拿着酒 有一个呢 给拿着几本书 看不看呢 老这么拿着 跟街上这么一溜 大姑娘 小媳妇 没有不看 拿现在来说 回头率是相当的高 平时 耗的是风花雪月 闲着没事的 找点人来上家 一块不错的 公子哥啊 朋友们啊 富商啊 叫着家来 嗯 再找这么几个歌女啊 粉头啊 喝 这一唱 一喝酒 一聊天 或者就是 西湖里边 弄一条船 叫上几个姑娘 抱着琵琶啊 当当当一当 还 跟这一坐 拿小事 一喝酒 渴着 西湖上 这么一荡漾 打心里这么痛快 好奇的是这个 这天 天气很好 啊 约了几个朋友 又约了 这么俩姑娘 都是杭州的名记 说好了 西湖上 咱们耍完一番 游打家里边 往外走 后边四个小童子跟着 这一上街 前呼后拥 大伙都看 呼 瞧 人家 大少爷 刚进 啊 你看 多带劲 穿装打扑 你看人家这意思啊 后边还跟着这些人 哎呀 风流才子啊 风流才子 都夸 顺着大街 往前走 走到十字街这儿 无意中 张进这么一抬头 啊 愣住 街边 有一座小二楼 二楼啊 这个窗户可开着呢 有一个小姑娘站这儿 望下望着 啊 这看着 她这一抬头 真漂亮 天资国色啊 啊 看年纪 十七上下 喝 小脸蛋看着 不是滋润 洗眉毛 大眼睛 小红嘴 扶着窗户 往下看 真漂亮 就站住了 后边跟这四个呢 也站住了 开头看 你想啊 姑娘这儿扶着窗户 动瞧瞧瞧瞧看看 一大帮人站住了 看她 也就把脸转过来了 蝶是五人 后边这四个 穿的一样 知道是奴仆 疏童 头里站着一位 穿撞打扮跟他不一样 从头上到脚下 穿的都是当时 十星的样式 拿着一把小折扇 这望着他 嘿 心说这个小伙子可不赖 啊 长得也挺清秀 穿的也很讲究 挺好 挺好 这瞧着呢 就觉得挺好看 啊 噗吱一下子 就乐了 他这一乐 底下这个 心 都到了嗓子眼了 哎呦 太好了 美人对我笑 这是不是看上我了 嗯 不错 眼珠的看 就这会儿 好像是楼里边 有人喊他 这姑娘答应 是 哎 转身走 转过身都走了 又回来 又看了张静一眼 扑车一下子 又乐了 这儿才一转身 一甩着辫子 人没了 哎呦 张静可傻了 这是谁家女多交 啊 怎么这么可爱呢 嗯 愣住了 身背后 四个小童儿 也看着 嗯 嗯 嗯 好 好好好 张静挺高兴 你看了吗 我带的人 都有品位 知道什么叫好 什么叫不好 我这夸 他们也看出好来了 哈哈哈哈 孩子们 少爷 看着好不好 好 哎呀 真好 你说人家怎么晒的 看那家晾那腊肉 不管这是 走走走走 走 往前走 说着笑着 就来在了西湖湾边 一瞧啊 那哥姐都等极了 好 您那怎么才来啊 这这来了来了来了啊 一瞧俩姑娘也齐了 要 张少爷您来了啊 来了来了 来上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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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跳上船 他坐在正当中啊 一边啊 坐着一姑娘 这抱着皮 啊 这个呢 拿着冻销 这哥几个 散着坐 当中摆着酒 摆着水果 瓜子 干鲜之物 这开了船 往西湖当中走 他跟这 愣实了 怎么呢 脑子里想的全是刚才二楼的那个姑娘 真漂亮啊 真可爱 就说重来了 真可爱 坐在这抱皮不这个 您这事说我呢 说你呢 说你呢 叫什么名字 啊 那个 我叫娇娇 啊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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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又不说话了 要 啥呀 您怎么来这是 今儿怎么不高兴啊 没不高兴 没不高兴 挺好 挺好 来来来 喝酒 喝酒 心不在焉 喝酒 喝酒 来来来 这个 你也喝 好来 弹皮不 不错 来 喝 大壮 来 谁叫大壮啊 这就会 脑子乱 你叫叫什么 叫墙子 不是 你叫叫酒 就差不多 来来来来 喝酒 喝酒 脑子根本就没在这 转了两个圈 啊 行了 那个 我这还有点事 咱们改天吧 啊 你们先玩着 你别走不去 我就没工夫 你走 上了案 带着四个小童儿 往家走 走来走去 又走到这儿了 下意识地一抬头 一瞧啊 窗子关着 还挂着一帘 看里边 有灯 哎呀 这是谁呀 哎呀 来回溜达两圈 四个小童儿 不是什么意思 啥呀 馋腊肉了 有点别的事 不是吧 看人家腊肉 转了半天 先回去吧 啊 怎么呢 人楼上都黑灯了 走吧 回家了 就这一宿 翻过来 掉过去 睡不着觉 眼前 广是这个姑娘 哎呀 我若与此女子成就连理的话 这辈子没白活呀 想 打这儿起 有事没事 老上那儿去 可有一样 再也没瞧见这姑娘 不出来了 哎 一晃 到年根了 忙着过年 这茬有望 晚年之后 这天 一看时间 今天是2月15 月圆之夜 自个儿心烦意乱 也不怎么着就待不住 出去遛个弯去 这四个龙套过来了 我们跟你去 你们跟家待着吧 我自个儿转一圈 一会儿回来 穿戴好了 有打家里出来 直接的奔十字街 走来走去 一瞧这天 已经黑了 抬头一看 大月亮 哎 月亮多远呢 我跟这姑娘 什么时候我们能远了 回头 哎 怎么呢 窗户开了 一瞧这姑娘 望外探声 天晚了 街上没人 一低头 整看见她 看得出来这姑娘很高兴 满脸带笑 拿手一指 哎呦 张静 浑身都酥了 心说姑奶奶 您可出现了 哎呀 走的一步就窜着去 心里恨 打小 你说我要练武术多好 这回我就上去了 哎 想起来了 身上带着一块手绢 这衬起来的 那 大手绢 红的 这儿记了一疙瘩 这有说法 这叫童心结 拿过 啪 扔上去 这姑娘一伸手 就抄在手里面 喝 张静 痛快了 看起来 此女 对我有意 这是 心里高兴 再瞧这姑娘 好像想了一下什么 你低头 手再举起来 拿着一只 红袖鞋 这是姑娘脱下来的 嗯 拿着一只鞋 那过去的女人裹脚 三寸金帘 三寸 比烟卷长点有限 拿着 这么一举 喝 张子爷被医生撩起来了 干嘛 接着一只鞋 就上面举起来 啪 扔 噔 一心 就掉在兜里边 赶紧拿起来 喝 看这鞋就知道 这姑娘这脚小 心里高兴 揣着袖团里边 鼓了鼓手 那意思 谢谢 姑娘跟上面 一捂嘴 落了 你看真喜惊 老乐 也不知道过日怎么样 落了 这这会儿功夫呢 好像在屋里说话 姑娘就闪开了 嗯 张静心说 这这家谁呀 你看到现在 我不是试试试 一低头 牛打这边 来了一婆子 五十来岁 跨着一小篮子 正好进这家 奔着一楼去了 张静心说 我等会儿吧 我等着出来 我追上去问问他 就知道 就知道这是谁家 这么大一公子 天挺晚的 自我跟金子 走柳 等着 现在中点说 一个来中头 犹打里边 这老太太出来了 顺着来的实路 往回退 张静一瞧 我可能认识他 瞧不真走 追吧 瞧瞧瞧 两步到跟前了 一伸手 砰 把这婆子来住了 婆子一回头 要 张少爷 路妈妈 认识 这婆子姓路 卖花粉的 因为过去来说 这也没有超市 上场 付着人家应用职务 你说 那个花 买个壁子 什么 带个珠子 这类应用职务 都是婆子们 走街串巷 东家 本西家 都熟 直接的这么一个个体的零售商 这种很多 不要 张大少爷 路妈妈 您干嘛去 我没事 我这做买卖 我请您 喝酒 你瞧瞧 又让您破费了 没事 我还有事跟您说 来 说着往前走 往东一拐弯 这儿一酒馆 俩人往里边来 那个 楼上有人吗 没人 楼上挺清晰 您上去吧 跟婆子 俩人上个楼 找一鸡脚坐住 颠备了几个菜 烫着壶酒 来往这一坐 倒酒 来 您喝着 我喝着 您也喝着 您找我必是有事 您说说吧 路妈妈 我是有事求您 哎哟 少爷 你太客气了 你说吧 只要婆子我能做到的 万死不辞 您刚才去那家 谁家 刚才那家 老潘家 我怎么不认识他们家 老潘家 三口人 两口子带一闺女 对 那闺女我知道 他这个爹叫潘用 潘用可不好惹着了 他可能是跟 跟什么地 是哪个官 他们家是咱亲戚 反正他这么说 具体的不知道 不好惹 还竟跟着地痞流氓勾着 三口人带着一闺女 闺女十七了 叫兽儿 哪个兽 长寿的兽 让姑娘长寿 叫兽儿 你问这干嘛 这兽儿 我能不能亲近亲近 这不成 少爷 不是我兰宁高兴 你要说别人 可能还不这么费劲 他可不成 一个是他小 十七 再一个 他爸爸不是人脾气 你说这个有点事 他没事还找事呢 竟出去 讹个人 碰个词什么的 你就让他知道了 他要讹上你怎么弄 那你甭管 那都不叫事 你就说这事 可成不可成 反正难点 他们老两口的 睡在楼下 闺女睡在楼上 而且来说 他们家也不用丫鬟 也没个死活人 天天的就这三口人 出了进去就上所 闺女也没有单独自个儿出去的时候 你这没有机会 是不是 你这怎么能得手呢 可他这闺女挺喜欢我呀 是吗 我年前呢 我打着过 他跟楼上站着 我打底部 我冲他乐 他冲我乐来 嗨 冲你乐 你怎么不代表了什么 我逮谁冲谁乐 你这么大岁数乐不乐 吃什么劲 我今天来呀 我还是从楼下过 他要站这乐 我给他扔这条手进去 他还给了我一二东西呢 什么呀 看看这 你伸手把这红袖鞋拿出来了 红袖花鞋 这可是姑娘贴身之物 她能把这个给我 说明她的心中就有了我了 你这都想不到的事 十七的个丫头她懂个什么呀 着了你的道了这是 哎呦 哎呦 哎呀 我说 小爷 你是真能让人为难呢 不好弄 路妈妈 我给你点东西 这一伸手掏出来十两银子 您瞧这 这是我谢您的 哎呦 婆子一伸手 可就攥住这银子了 清酒红人面才不动人心 一点都不假 酒是白的喝完了脸是红的 银子是凉的 银子钻在手里心是热的呀 少爷 咱这么说 两来着 我去给你办这个事 要是成了呀 你可别欢喜 要是不成 你可别恼我 啊 哎呀 每一个不成 您去说说吧 一说就成 哈哈哈哈 成 明儿我就去 这吃完饭 下楼回家 婆子就琢磨这个事 让张进回去听信去 不提张进 单说婆子 清晨 这都收拾好了 篮子里边 又装了这么几个很实兴的花样子 拿着他 穿好了这只红袖鞋 赶奔 赶奔 来在这儿 啪啪啪一砸门 瘦儿他妈出来了 要 您来了 我来了 昨天晚上来一趟 你没想到 有这几样东西我没带来 这不吗 我拿来了 给闺女用 要 快进来 快进来进来 这说着进来了 那谁潘大哥呢 出去了 一早就走他这事多 来上楼吧 登登登登上楼 楼上是姑娘的闺房 俩老太太上来了 瘦儿啊 姑娘站起来了 要 路妈妈您来了 我来了 闺女 多水力啊 您拿什么好东西来 你瞧这个 把这篮子打开了 拿出几朵花来 来来来 闺女 闺女 来戴上 嘿 你瞧 哎呀 又添了十分人才 姑娘照着镜子 您这个多少钱呢 嗨 什么钱不钱的 也不止这个吃 街坊邻居图个乐呵 孩子带着漂亮就行 我这个家里边就是一穷小子 我可爱姑娘呢 我要是有闺女啊 我得捣吃的跟个花似的 哈哈 带着吧 带着不要钱 哎呀 姑娘她妈说 这合适吗 您这是做买买 我做什么买买 钱不是这么挣的啊 嫂子给我倒碗水吧 哎呀 你看看 光说话都忘了做水 我烧水去啊 瘦儿她妈 转身下楼 屋里边就是这露婆子跟兽儿 姑娘 真好看 行吧 哈哈哈哈 哎呀 十几了 十七了 嗯 十七了 哈 不小了 该找个婆家了 呀 我成真说这叫什么话呀 不着急 哎呦 活不着急 哎呀 还不着急呢 哎呀 妈妈也是打这岁数过来的 谁说瞎话 谁是小狗 那我全真说的 哈哈哈哈 怎么样啊 有没有意中人呢 这压医 您知道什么话呀 这么 你瞎说 嗯 小死丫头啊 你甭跟我嘴硬 嗯 我给你瞧点东西啊 还有什么好东西 你瞧这个 婆子一伸手打怀里边 掏出一手绢包来 嗯 你看看啊 打开了 里边是那只红袖鞋 往这一放 这你认识吗 姑娘这脸 就红了 伸手要抢 婆子一把又抓回来了 又裹好了 你抢他干嘛呀 哎呀 这个我 啊 我没事 谁谁知道你哪来这么支鞋的 嗯 姑娘 这个 这鞋你认识吗 不认识 要 小孩可不许说瞎话 我们不就是不认识啊 不认识好 那就是 拿错了 啊 怎么拿错了 嗯 有一位大官人哪 可好了 精精神神的 漂不亮亮的 穿的也讲究 人也干净 家里又有钱 又有买们 哎呦 跟我说了 谁都不喜欢 就喜欢啊 穿这只鞋的闺女 我说我给你问问去吧 这个鞋 就是一只 看看谁还有那一只啊 人家说了 要是能把这绣鞋成双啊 那就娶那个丫头 嗯哼 我说我呀 走东家 穿西家 我哪都去 我给你问问 不过这个事在两可之间 嗯 成了呢 也别欢喜 不成了呢 也别别扭 这不嘛 大家出来呀 我就把这只红袖鞋 拿出来了 头一尖 叫上你们家来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鞋 跟姑娘你那脚大小差不多 嗯 嗯 差不多 又怎么样呢 哈哈哈哈哈哈 闺女啊 这也没什么 也不用害臊 这都不叫事 嗯 我是来问一问 这个鞋 你能不能凑成堆啊 哦 这个凑不上队 好 那就算了 既然凑不上队呢 我也就不呆着了 那说明啊 没有缘分 我再换一家人家可就娶别人了 哎呦 您别走 我这还有一只呢 那 金骨奇观 接眼前文 路婆子 跟兽这说 你要说 凑不上一对 这鞋我就拿走了 也就说这事跟你没关系 啊 人家爱跟谁好 跟谁好 我走 哎呦喂 别走 我这还有一只呢 这拿出来了 哎呦 这一对 闺女 人小鬼大呀 啊 你不刚才跟我说没有吗 人家这不怪害臊的吗 哼 害臊 你别往楼下扔鞋呀 您别 您别说我了啊 这事 您看看您成全我们吧 嗯 你跟我说实话 你看中那个小公子了吗 看中了 您琢磨 没看中 我能给他一只鞋吗 那没准 你当初老头子活的时候 我见天给他鞋 那不一样那个 那您说这事怎么办吧 您来了就有主意 实不相瞒小公子 名叫张晋 从你家楼下经过看见姑娘你长得好看 他扔给你一红旱金 你扔给他一红袖鞋 两下里以为表气 那么现如今 人家孩子托我来跟你说这个事 你说吧 你打算怎么着 我打算 我还是挺喜欢他的 反正 我爹的脾气 您也知道 您看看有没有办法 能把他请到我这楼上来 我们俩相会 哎呦喂 17岁的闺女 说这个话多牙齿 不说 你说我们这说了 你又说 说什么呢这是 那你可想好了 我想好了 我乐意 好极了 你要是愿意的话 这个事交给老太太我了 我让她今天晚上 不行 这别说满了 我得跟她说一声 反正我先找她一趟去 把事跟她交得清楚了 就成了 您说吧 她怎么来啊 再一个来了 她怎么上楼啊 我爹妈在一楼呢 我这个怎么办呢 哥女 我给你出主意 家里边有布匹 把她接好了 拴在窗子上 顺楼上扔下去 夜晚她跟楼底一咳嗽 你也咳嗽 对上了暗号就成了 让她顺着这步往上爬 这个二楼能够多高啊 进来之后在楼上 随你们两个人 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 然后顺着原路再退回去 一百年都没人知道 要 妈妈您这主意真好 你年轻的时候准事了 别瞎说 孩子说话 我们年轻时 我们是跟地印子里面 行再说 这说完了 有打底下 受她妈 端着茶水上来了 你看看 这水刚烧开 婆子喝了点水 刚才那个红鞋都卷好了 澡子塞上了 怕这母亲看见 扯了毁子家常 打这下楼 回家 心里高兴 怎么呢 十两银子算是挣着了 只要见面跟张进一说 这事就算是齐了 很高兴 先回家吧 快中午了 来到家门口一瞧 自个儿的儿子 露武 脱衣光榜子 正捆猪呢 这老太太呀 就带着一儿子过日子 这孩子杀猪的 脾气大 对母亲也不孝顺 这干着活的一抬头 看她妈回来 快快快快快快快 拿盆打架子 赶紧 搭把手 哎哎哎哎 老太太打小啊 宠着儿子 宠着没人样 跟亲娘说话呀 跟说大儿大女似的 哎我这就去这就去 老太太说着就解这医生扣 干嘛呀 这干活 杀猪什么弄一身 脱去外衣好干活 往屋里走 这儿截着外衣 啪哒 那鞋可掉下来了 整个一包啊 包里裹着这个鞋 而且呢 人家给那十辆银子 也放在里边了 老太太没留神 掉下来了 她这还进屋呢 换医生 儿子露武一瞧 什么呀这是 走过去捡起来拿手一摸 这里边是银子 打开一看 一只鞋 十辆银子 这鞋可够小的 穿这个鞋的女人 这个脚也很小 嗯 我先留着 鞋好了 塌塞的身上 牛回头来 这磨刀 杀猪吗 这磨刀 老太太出来了 准备啊 做水 拿盆 这忙忙活活的 跟儿子这忙活 啊 把猪杀完了 把肉都分了 弄好了 她这洗手 回屋弄饭去了 儿子把肉 弄到外边去卖去 下午吃完饭 老太太说我呀 找张进去 可找这鞋就没有了 哎呀 哪去呢 屋里屋外找没有 我可记得清清楚楚的 琢磨这事 这也没办法了 也没法跟人张进说 东西都给人弄丢了 这磨脑子 琢磨吧 转过天来 他跟屋这还着急呢 儿子的屋打那屋出来了 娘 啊 你昨儿 掉东西了 啊 你怎么知道 你掉什么了 哎 你简直就给我 问你话呢 掉什么了 他怕的儿子 啊 大小宠的没样 掉了 一包 什么 知道 包里有什么呀 哎呀 包里边有一只鞋 还有一钉银子 哪儿的 你简直吗 简直给我 哪儿的你说话 这个 嗨 你甭管了 你不叫 你说我听着 嗨 这小书生 张进 瞧上 老潘家那闺女 潘瘦了 俩人反正挺好 楼底下吧 张进扔上一条大红手绢 寿给他扔下一只红绣花鞋来 张进找到我 送我十两银子 然后让我 给他拉这气 我就去了 姑娘还挺高兴 就答应了 好 这事怎么定的 晚上 姑娘在楼上 垂下布匹来 让张进 在底下咳嗽 楼上一咳嗽呢 这事就成了 拽人家布匹往楼上走 我还是在树那儿下来 我给弄丢了 我也没法去见张进 这事是个事 娘 我说你点什么好 得亏你跟我说说 要不然惹多得的祸呀 怎么 你这么大岁数就算是白活 哼 你要说别人的事还他罢了 老潘家的事 潘瘦他爸爸那是多混蛋的一个人哪 一天到晚的碰瓷讹人 敲诈勒索 正事都不干 这个事 你也跑大和给拉这个皮条啊 嗯 是一回两回没事 真要有一回让他爸爸逮着怎么办 逮着得问这事怎么回事 出这门进这门 谁给连的线 一说就是你 咱们闹得过人家 啊 连我肉铺子都得跟这受连累 知道吗 趁势的 行了吧你快 你别瞎掺和了 啊啊啊 是 老太太一琢磨挺后怕 儿子说的也不是没道理 而现在银子也没有 鞋也没有 这事 得了 那我就别拾这茬了 出了进去 躲了张进 可是 张进上家找来 哎 怎么着了我的亲娘那事 别瞎话呗 老潘这些日子可能是竞在家 说过几个月出门 一走得走二年 说到那会儿让你再上家去 行行行 那我等着吧 等他爸爸走了再说 他这就回去了 他是走了 寿可想着呢 有这么一回半回的 瞧见婆子也问 怎么着了 啊 挺好 行 就就就这么着吧 信说 就这么着吧 你爱怎么立怎么立 反正是你跟楼上待着 人家不来呢 你也没辙 也就没往心里去 但是 唯独一个人动了心了 就是老太太这儿子 陆武 这杀猪的 嘿 这可不赖 我楼回便宜柴火吧 那闺女长得是挺好看 也莫怪说张晋喜欢的 我瞧你都喜欢 可要不是这么一个结果眼 我哪一辈子跟他睡回觉 挺好 把那只鞋藏起来 拿这十两银子 买衣裳 从里到外 从头上到脚下 也买了一身 文生公子穿的 可是他穿上也确实是不太像样 你看张晋 穿好了 拿把扇子 文字彬彬挺好 你到陆武这儿 这儿穿完之后 这扇子老这样拿着 你看 扎住扎乱了 不像干这个的 除了进去自个儿 也学人家卖四方布 倒是有一样挺好 健身洗澡 洗得干干干干干的 过了三五天 这天晚上没什么事 人都睡觉了 他给自个儿捣饰好了 连帽子 在靴子 在衣上 这都捣饰完了 又打家出来 已经过了 定更天了 街上也没人 流流大大往前走 眼前可就来在了 潘家的楼下 顶巾观桥 楼上亮着灯 就说明还没睡 其实我想想啊 我娘怎么说的来着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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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声 这儿等着 谁说怎么没动静 等了这么几分钟 在桥楼上 灯吹了 完了 干了 我这一咳嗽 人家把灯吹了 得了 这是不成功了 走吧 转身要走 就听着 咳嗽 窗户开了 咳嗽 再一看 从里边 嗚 下来一团子布 整垂到地上 一看上面那 拴在窗子上了 哈哈 把路无乐的呀 咳嗽 老天爷是真疼人 这暗号堆上了 你瞧我这儿 哈哈一咳嗽 他那把这布匹垂下来了 我来吧 两步到跟前 先把这衣服撩起来 这儿椰好了 来这步 嗨嗔嗔 几步就上去了 来到窗户这儿 这儿一扶 啪 翻身进去 把窗户关好了 一回头 瞧不见 黑灯下火 就知道这儿战役人提鼻子一闻 这个香啊 拿手一搂 噗 把姑娘抱在怀中 俩人倒在床上 啊 鼓打四更 这儿说我走了 姑娘还挺高兴 以为这是张公子呢 哎哎你慢点别摔着 哎哎哎 这开窗户顺着上边 倒又下去了 他这儿走了 人家把这布皮又摔上去 解扣 装香 回来之后 哎呀 把鹿五美的 你这这玩意哪说理去啊 哈哈哈哈 这张进给我做了饭了 嗯 隔三差五 他就去 一晃 撒多月 刚开始很紧张 我的天哪 可别出事啊 可别让人瞧见我啊 可是 时间长呢 他也就放松 也不当回事 姑娘有时 站在窗户这望下看 瞧见张进打着过 还冲张进笑 张进也冲他乐 他这傻乐 怎么呢 姑娘还以为天天晚上来是这个 哪知道 晚上来杀猪的 一晃 又过了一个多月 这天受他爸爸攀用 跟他母亲聊天 家里在 这事不对 什么事不对 要问你 只没工夫问 你说吧 闺女 有点不对劲 什么呀 怎么不对 你听见过吗 我老听这楼上有动静 来人了 别瞎说 咱那个闺女 大门不出二门不卖 这跟出门不出门呢 没关系 不是呢吗 我是一直琢磨着 闺女不学好 你说我瞧的这么严 看了这么些年 我没看住 我这见天跟外边杀齐个 宰娃个子 撇着辣嘴 家里边闺女人偷了 你说这 说不过去 你也别瞎着急 这都是你自个儿瞎猜的 你也没瞧见呢 废话 瞧见就出人命了 我告诉你 要让我知道的是谁 我非宰了他不可 哎 你也别别 什么含 什么含 不对 我听见过他们说话 知道吗 可是你说这当爹的 我又不能上去 不像话 你那老头子那一说怎么办呢 想了好几天了 你把闺女叫起来 你可别打他 还跟他说事 哎 老太太上去了 闺女 哎 妈 下来你爸爸叫你 哦 大龙下来了 啼啼叫我 哪也一看自个儿闺女 就这母人 就这身材 盼用这心咯噔一下子 谁说 三四个月 你叫我这闺女 不对 准是有事 是吧 他跟原来这意思不一样 原来望着一站 亭亭玉丽 黄瓜大闺女 你看现在这 哎呀 跟香菇似的 闺女 你什么 楼上睡 冷吗 不冷啊 不一直楼上睡吗 这高处不胜寒 你坐这儿 二楼有风 你跟你妈跪着跪着 你一住楼下来 我们俩落楼上住去 啊 啊什么 你不乐意啊 我没说别的 搬去 跪着你一东西下楼 听见了吗 啊 我跟你妈上楼睡去 哎 现在挺恨的恨的 现在我爹这怎么了 嗯 让我下楼 我下楼 张公子怎么办呢 哎呀 是个事儿 可是负命难尾 他也知道他爸爸这脾气啊 不是人脾气 收拾吧 老太太不说话 帮着归着 把楼上东西全刀弄下来了 啊 老两口子上楼了 打这儿开始天天的 闺女楼下睡觉 这事还没法弄 怎么呢 没法通知 尤其陆五这个 说着瞎话冒名顶替 你想通知都通知不着的 不知他是谁 陆五连日来好几天了 啊 跟着楼底啊 天天跟着 也没瞧上面 下一步 我回这儿了 咳嗽半酒 回去了 转天又来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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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开 扔出尿盆来 咳嗽 跑了 这怎么回事 前里很疼 我说为什么 谁呀这是 不喜欢我了 不能不喜欢我 最后一次走的时候 说的好着呢 你俩想的呀 那怎么回事呢 又连着好几天 越琢磨越狠 这天晚上回来 自个儿喝闷酒 一杯一杯 老太太过来 你别喝了 睡觉 躲开我 孩子不听话 老太太走了 一杯一杯 喝 喝的眼珠子都红了 哼 不理我 行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回事 凭什么就不理我 嗯 你伸手 我这杀猪的刀拿出来了 我去 我倒要看你干嘛 啪 把刀憋好了 推门 往外就走 这趟道他跑熟了 拐弯磨脚 磨脚拐弯 来到这了 唉 也别咳嗽了 那天咳嗽 招出一尿盆子来 心说没有布 不要紧 爬这个了 不算事 也确实 这个房子 不算什么 身体好的 不要着一会儿的上去 先上 踩窗头 蹬柱 够着上 三下两下 这小子上 身体素质非常之好 够着房间 拿这手 捅这窗子 窗子没锁啊 开开了 他这一转身 进来了 站住了 先拿耳朵听 你别看他喝多了 把这个知道了 我今晚就去 看看怎么回事 拿耳朵一听 床头上 有人睡觉 两步到跟前 借着朦胧的月色看见了 床上 是俩人 哎呦 就这骨子歇火啊 打着螺丝转就上来了 我说不耐我了呢 我说不让我来了呢 好吧 你是另有新欢 你这都哪说理去 眼神也不济 这儿躺着你老腿老太太 你说这玩儿 走 把刀穿出来了 哼 好 你要不跟我 你谁也别跟 按住 靠着外边躺着 是瘦他爸爸 一转子 把脑子切起来了 紧跟着里边 一揪法器 老太太一睁眼 要喊还没喊 喀 俩人头 都看起来了 鲜血似箭 我走 上窗台 顺原路 要下去了 他是走了 回去洗了洗吧 把刀涮水 睡觉 楼上俩死尸 楼下 姑娘不知道 还睡呢 睡得还挺香 这两天净着急了 怎么呢 听见过楼后边 有人咳嗽 咳嗦咳嗦咳嗦 又听啪的一声 哎呀 也不知道出什么事 也没法问 现在挺着急 今天睡着了 累好几天了 今天睡着了 睡挺踏实 这一觉 一睁眼 阳光明媚 太阳都照进来了 听说 哼 连着这么多天了 我爹管着我 你要想管我 难了 你不是上楼了吗 嗯 我想个房 把婆子叫来 让婆子跟张公子说一声 以后不要上楼了 直接的打正门进 进一楼更省心 我天天晚上睡觉 我上楼 把门给他们锁上 我爹想出了也出不来 对 想的挺好 这儿起床 睡醒了 嗯 武器 要往常啊 这儿起来之后 现在喊爹妈 这我心里恨的 不理他们 自个儿这儿穿好了 戴得了 弄点水 洗脸 漱口 这儿梳头 梳头 都归着好了 坐在这儿 谁说怎么还没起呢 怎么回事 起来给我做饭吃去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说我 大岁数一天到晚也没溜 还不起 娘 娘 起不起 这都几点了 做饭吃啊 没人识茬 好 你们这几点了这是 登登登登上楼 一推门 娘 哎呦死了 金谷奇观接眼前文 上文书咱们讲到 姑娘兽儿上的楼去傻了 父母爹娘倒在雪坡之中 人头掉下来了 咬咬一嗓子 街坊斯林吓一跳 什么动静这是 再一看姑娘大楼上跑下来了 街坊斯林啊 可了不得了 我爹娘死了 让人给杀了 老百姓全来了 找吧 得找地保 地面上这都叫来了 怎么回事 赶紧看看 楼上都那样了 都别随便上楼啊 楼上都别动 都别动 你们去通知这个 衙门啊 来我们上去看看去吧 躲个躲个躲个 门口封住了 就有人跑到杭州府 去说这个事 大佬一听 出了人命案了 而且是两人都死了 好家伙去吧 带着头们 武座这都来了 来在这儿 验尸 哪儿的伤口 刀口多深 啊 怎么死呢 这都查完了 天上诗歌啊 回来吧 来在了杭州府大堂上 这个知府姓朱 朱的人 往这一坐 来 带潘家之女 寿儿 寿儿这上堂 哭得跟泪着似的 你别看他爹多厉害 那也是亲爹 这死了也疼的 说这个 见过大老爷 老公 你说说怎么回事 我爹妈在楼上睡 我在楼下睡 也没听动静 早晨我起来之后 我说跪着跪着吧 我收拾完了 我就上楼 我一看他们都死了 老爷 您跟他们做主 这个 你爹娘 平时跟河儿有仇啊 没有什么仇吧 应该是 不至于 我爸爸反正 说话办事的 出门在外 可能有人不爱看他 但是还不至于到恨他说 得杀了他的份上 应该不至于 这个 你父母年代 为什么天天还得上楼啊 他们为什么不睡楼下 你睡楼上 原来 原来我是睡楼上来着 这两天刚倒下来的 这两天倒下来 为什么倒下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 我也不乱下来 我爹说非让我上楼 下楼 让他们上去 门动了吗 有人进来吗 没有 早晨是我开着大门 没有人 家里丢东西了吗 没有 刚才我们都查了一遍 什么都没丢 银子呀 什么手势的都没动 你今天多大了 我失期了 失期了 大门紧闭 并未失道 突然间让你从楼上倒下来 他们二老上楼 你说 你可有肩膚 假 没有 这个朱大人很聪明 做我们这事 大门紧闭 没进来人 没丢东西 那说明不是为了财来的 杀你父母 两人都杀了 为什么 那肯定是有原因 如果没有仇人不是为他们二老 那就是因为你 因为这姑娘就是奸杀 那这里必有一个男子才对 你说 你说 可有肩膚 我这青天大佬 没有 我们十七的姑娘 你别说这 这跟随时没关系 你招不招 老爷我爹妈都死了 你别说大口 现在问的是你 有没有 没有 来呀 站起来 说一声 站起来 两旁边差人是如狼似虎 这是给女人用的一种刑罚 拿着竹棍一根一根 拿线连好了 把手插在里边 每一个手指的缝都有一根竹棍 两边拿绳子较劲 这儿勒住 呸 有招不招 来我冤 收 两奔一死劲 一声 这手指头都要奢了 食指连心 谁也受不了 招了招了招了 招了招了 松心 一松心 一松心 呼呼呼呼 我大老的这儿真狠 我这是老的厚两个手 男朋友废话 说 有没有肩肤 说 也不算是肩肤 这个 那是这么回事 我 我年前了 我在楼上站着 楼下过一小小子 他比我们大 他冲我们乐 我一想 人家冲我乐 我也冲人家乐吧 他来好几回 乐好几回 他乐几回 我乐几回 后来过完年 他又来 然后在楼底过 他瞧见我了 他给我 扔上一个 红色的大手绢来 我一看 我来而不往 飞于里也 我吞起一只鞋来给他 我就扔了下来 后来 后来怎么着 后来他托一人 托一个卖花粉的路妈妈 上面加来 路妈妈就跟我说这事 但是 我一时糊涂 我就答应了 你答应什么了 我答应 让小公子上面加来 那时候你住哪 我一会儿 我住在楼上 他来怎么上楼呢 是的 我想到这点了 我们家玉玉的布匹 楼上系好了 扔下去 他从底下 裱着那个 就上来了 后来 后来他就来了 再过些日子 也不怎么着 我爸爸不乐意 谁让我倒在楼下睡去 我这刚倒下来 没几天 这不就出事了吗 就这点事 也没有 大佬你 你赶紧跟他们断断 看谁杀了人了吧 朱大人 点点头 这个事有头绪就好办了 来呀 行 先传路婆子 后代张进 是 柴人出去了 一会儿功夫 人饭带齐 传路婆子 是 把路婆子叫上来 哎呀 婆子这 肠子都毁清了 哎呀 这个 参见大佬爷 婆子 哎哎哎 且如今 叛家出了 杀人案 此事与你有关 你如何与张进 勾奸卖奸 从事讲了 哎呀 呼 这 大佬爷这个 也谈不到勾奸卖奸 这就是 助人为乐呗 混账 共产之上 胡言乱语 讲 哎是 这个 我除了卖花粉 我也给人家保没拉签 这闺女不小了 啊 那小小子也挺俊本 俩人男有情女有义 我就是说给他们说说这事儿 但是最后他们怎么着婆子我是一概不知 你说的都是真情 哎呀 青天大佬爷 天地良心 婆子我不敢瞎说 他画公 是 拿过来画公 恩手印 哎呀 带张进 张进挺渊 怎么呢 大家一直等着 哎呀 上回跟我说 说这老潘要出门 他出门之后得走好几年 我就能见天去 等着吧 等这么些日子没来信 今儿来信了 老潘出门了 蹲蹲回来 回不来了 怎么回事 死了啊 正纳闷呢 公差来了 走吧 走吧 压口聊天去 出事我挺忙我不去 别废话 案子犯了 花棱嘎本锁上 给牵来了 上的堂来 吓坏了 怎么呢 他本身还是小公子 也没见大世面 是疯了 喜欢姑娘 但是说一上堂一瞧啊 心里渗得很 来到这儿腿就软了 哭通跪下 学生 张进 见过知福大人 嗯 张进呢 老爷 你说吧 如何 勾结攀寿 通见淫乱 到后来为何迟到杀人 讲 哎哟 大老爷 活活的怨死我 这个 我是喜欢他 我也打算脱婆子 给我说这个事儿 但是可是一直没有消息 我到今天还等着好消息 我没等着 哎呀 杀人之事小的我是一概不知 哼 人是苦虫不打不行 人是木雕不打不招 抄手问事 量而不招 来呀 有 家棍伺候 是 过了几个差人 一架着胳膊 来下来吧 大堂上来下来 哎呦 不你们要干嘛这是 看着就知道了 来的底下 家棍摆好了 往上一跪 腿底下 垫着一根棍子 腿椰子后边还憋一个 上好了消息 这儿垫好了 老爷那儿一问 有招不招 大人我冤 收 看 哎呦 就出了鬼叫唬了 我招了招了招了招招招 松行 这儿松行 又给揽上来 都不会走道了 哎呀 大人我冤枉啊 你不说招了吗 说是冤枉我也招 冤枉也招 啊 怎么回事 是我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啊 大爷的 哎 就就就就说是我吧 就说是我吧 啊我这个 我天天上他们家去啊 后来我去腻了 我 这不像人话呀 就腻了 我杀人吗呀 大家说你想好了说 那那我反正我去了吧 我杀人了 我承认我招了 别打我了 阿公 这儿拿下来 画公 来呀 先压下去 是 架的张进 可就来在了南间 我 监狱里边这些个进族啊 都高兴 怎么呢 来财事爷了 别人住间没辙 张进住间 那等于是推着一车银子进来 都客气 这是他好花钱 啊 也不打也不骂 有话 张少爷来了 这回算行了 您疼不疼我们吧 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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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地良心 我没有啊 连钱贷后都没我的事 我是被人冤枉 冤枉你 你上堂招 是我不招疼啊 我真害怕 我没挨过打过 我问你点事吧 什么事 那兽也压在这吗 是压在女奸了 各位 我花点钱 你们把我带着女奸就行吗 哇好少爷 您这心太宽了 你讲过了 我没别的意思 我上那我问问他这 我死我这死明白了 哎呀 少爷您这难点 不能串奸 又何况枉法无情 你看这个东西 我出一百两银子 好咱下午去 可是这枉法 花钱就好办 打负家里人送银子 吃完中午饭 下午四个狱卒 把他给掺出来了 这事盘大了 除男奸进女奸 掺到这 坐这坐这坐 少爷坐这坐这 花钱花到了 这坐住了 这喊进婆子 婆子来来来 干嘛呀 这张少爷 哎哎哎 知道张少爷 怎么那 我瞧瞧你们这那兽 王法无情 别废话 给拿钱 给你 哎我给您叫了点 收好了钱 进婆进去 一会儿功夫 游到里边 把潘寿姑娘叫出来了 哎呦 这带着链子 惨着呢 往外走走到这 一眼瞧你张进了 远着 你怎么这么狠心呢 张进都傻了 哎 你坐那 咱俩说点事行不行 嗯 你怎么说就是 我杀的呢 废话 你怎么能这样 你这 挺裤子 不是你张的主 你是 啊 我说好之后 你不就见天来吗 啊 我上哪去 上我们家去 我大楼上 我扔一布皮 你爬上来 见天找我来 是不是 你来了三四个月 后来 后来我爹妈知道了 不高兴 给我从楼上倒在楼下睡去 啊 你你你来了 你怎么这么狠呢 你把我爹妈杀了 你就不能有话好说吧 你没良心的 你等会 张进说这事不对 你要说之前的事 我承认 是 我打算买动路婆 说咱俩这事 我承认 啊 我也给花钱了 但是可一直没有回音 你说那扔起来什么东西 吊着上去 我没干过 我还告诉你 我这体格要真去了 有一回 我得歇半年 非掉下来不可 那不是我 哎呦 把兽子气的 你怎么这么缺德呀 就是你 怎么不是你啊 啊 怎么回事 大伙一听听乱 俩人打起来 哎 别别别别 别着急 别着急 这怎么回事啊 啊 那你说 你说 你说 是 是我 不是我 大伙也问 您瞧准了 是这个 不是这个 睡觉是他吗 反正每回来 黑灯下火 也不敢开 不敢点灯 瞧是瞧不出来 反正听声音 不像 大伙一听这有门啊 声音不像 这闯个呢 好像那个比 比这高半头吧 你再想想 啊 呼 张金这惊声来 你想 你想的还有 有什么记号没有 这个人 好像 他后背上 有一个疤痕 是什么 一个骨包 啊 有这么一个记号 张金乐了 啊 蹭一下子 能站起来了 挨完夹棍这腿 他正站起来了 哼 好 有招有对 这个事就好办 你看 大伙拦着 呜呜呜呜呜 说的是后背 啊 你脱裤子 太激动了 我告诉你吧 啊 你们看这把后背 大伙一瞧 这后背 没东西 怎么样 哎呦 受傻了 喝着 这小半年 我 上了当了 啊 到现在 不知道谁跟我睡着觉 哎呦 可毁死我了 张金高兴 来 几位 掺着我出去 咱上堂喊怨 就吧 又打这出来 啊 差人们都得了钱 得了好了 愿意给他跑步颠颠的 来到后堂 禀报朱大人 说老爱 那事不对 出错了 啊 怎么回事 说十方才有这么一茬 啊 两边一对瞎话 他说不是他 后来一问那女的 确实说声音也不对 母人也不对 记号都不对 有什么记号 说那个男人后背上啊 有个巴了 甚至有个骨包的 但是这位脱了之后没有 这错了 大人点点头 我要照这么说 那是另有旁人 对 来吧 声唐 二次声唐 啊 把俩人叫上来了 把你们刚才说的话 再说一遍 是 俩人一五一十 全说了一遍 大人仔细一琢磨这事 来呀 带婆子 干嘛带婆子 他这个卖了奸了 啊 卖给别人 叫上来吧 婆子上来了 参见老大人 你先别客气 啊 说吧 这事怎么回事 我不都跟您说了吗 不对 这里边还有旁人知道这个事情 你说 你还跟谁说了 哎呀 喂 青天的老大人 我冤 张嘴 这说打 这过来钻住了 啪啪啪啪 十个大嘴巴 嚯 婆子顺嘴流血 哦 嚯嚯 没吃什么碰了 我这个 啊 又上堂望日一跪 哎呀 青天的大老爷 说 还跟谁说这事 我跟我儿子说了 嗯 朱大人点点头 这就对了 这里边还得有这么一个男人才对了 你说说 是把事情怎么来怎么去 全说了 那 我跟他说了 但他是不是去杀人 我可不知道 大老爷 您饶了我吧 嗯 你儿子叫什么呀 哎呀 青天大老爷 他叫 他叫陆武 来呀 派人去找陆武 是 拆人出去 一顿饭的功夫 给逮回来了 犹大底下 给压上来 滚 往这一跪 阴天 晴天的大老爷 你什么话 阴天大老爷 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我叫 陆武 大老爷 你这是打算冤枉我吗 我还没说话 我都冤枉你 来呀 拉下去 先打二十 这儿 蹲下来 打二十 蹲上来 往这一跪 哎呜 看见大老爷 你 干什么的 我杀猪的 邓姐姐 打二十 你看 大老爷最恨杀猪的 老爷姓猪 打小就是 孩子迷腾 你是个猪 你是个猪 他就生气 这么多年来 心里就恨杀猪的 这打二十 打二十 没有任何原因 闭着怕着 闭着怕着 打二十 带上来 我还谈见大老爷 说吧 怎么回事 我哪知道 怎么回事 这蹲上来 二话没说 先打了好几十碗 你说吧 你是如何 歼骗 攀瘦 哎 我这个 我冤枉 我 我不知道 你看看 你母亲也在这 全人等都在这 你说谎 有意思吗 打人一指攀瘦 你睡觉 那个人声音是不是 对 声音一样 这个头 东西啊 就是他 老爷恨的 蹲下去 打二十 又蹲下来 屁股胖的 屁股胖的 打二十 又蹲回来了 我参见大老爷 有招不招 我招了招了招了 好 蹲下去 打二十 怎么又打废话 早怎么不招呢 又打二十 这回来了 看见大老爷 都没人味了 说吧 怎么回事 是我这事是我干的 我错了 我不对 我这 那天啊 我也是喝点酒 连着好几天上家去 我那咳嗽 他不理我 里边飞出一尿罐子来 把我歇了 恨得我呀 我真生气 我去了 上个楼去 发现男女睡觉 我一想 我说 你不要我呢 感情是你这 还有一份 我一着急 我就给他杀了 我承认是我杀的人 来呀 蹲下去 打二十 老爷今天开张了 打 这儿蹲下去 屁着啪着 屁着啪着 打二十 又回来了 往这儿一跪 他自个儿刀吗 这回便宜 这回便宜 老爷没听懂 你说什么呀 什么便宜 是 我杀了俩子 打二十 好 不二十 不二十 听过 听过 杀人们说就是太累了 这是罚他呀 这是罚我们的 蹲上来吧 蹲上来 往这儿一跪 这腿都烂了 趴在这儿 大佬呀 大佬 我承认这是我做的 你饶了我吧 以后我不敢了 好小子 你是真狠 来呀 让他划供 是 划供 签字 往旁边 这儿一跪 看来 张进是冤枉的 潘寿 你听明白了吗 你父母 是他杀的 女孩家不减点 致辞惨 以后 你可要挂在心中 潘寿的心里是最难受 是怨自己 一时糊涂 应了这么一个事 万没想到 自个儿跟一杀猪的 睡了小半年 而且 父母死在他手里边 又羞又愧呀 这日后怎么办呢 事传扬出去以后 也没人要我了 人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 一回头 一回头 盐大堂里边有柱子 石头柱 这孩子一转身 全身的力气都用着脑袋上来 啪 创了一个万朵桃花开 躺在这儿 大人一瞧 快快快救快救 都过来再一探鼻息 没气了 老爷 这死了 喝 大人恨的 一直在怒 拉下去 打一百 打一百 这老爷他死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别废话 打你罪见恨 愣开去 这儿顿下来 叮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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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了 吩咐一声 定走收奸 收奸 他这个必须要 写行文 往上报 因为这涉及到 死囚犯 完事又说了说婆子 又说了说张进 说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 以后这个事情一定要避免 罚了婆子点钱 把婆子哄回去 已经打了十个嘴巴了 这事就拉倒 路婆子下来之后 回家 张进呢 也回去养伤去 派人把这个潘寿的死尸 归着好了 家里的死尸呢 也搭下来 脑袋跟身子都分着呢 这都连好了 三具棺材弄齐了 把他们家家产变卖 买坟地 安葬着一家三口 剩下的钱上交国库 过了有一个来月 上司公文到来 说这个 路武啊 罪大恶极 不必等秋决 斩立决 过去杀犯人得等着秋天 但这个不用了 罪锅太大了 拉出去 在发场上 咔嚓一刀 把脑袋切起来 大伙说 这是罪有应得 所有事都安排完了 小张进 打这儿起 变了一个人 三四个月的功夫 腿上这伤啊 才算是养好 打这儿起啊 哪儿都不去了 有朋友找 出去喝酒去 这也不去 说咱们西湖边 又弄一艘船 叫了几个美女 咱们一块 她这咬牙切齿 谁去 谁淹死 你这叫什么话 我不去 你不去 你拿我们起事干嘛呢 我不去 又来几个朋友 咱们这儿 一般里边又新来了几个不错的姑娘 走吧 咱们乐呵呵 她乐了 谁去 谁家里边灭门 谁说 好 你怎么说话 说这么狠呢 对 我是学好了 确实学好了 而且这人学的非常有爱心 啊 房间附近的老头老太子们 谁家里边要是日子过不下去了 他去 给送钱 啊 有那孤苦老人 没人管 他给养老送终 这一辈子 不再去妓院 而且后来娶一媳妇 他的失师 是过日子人 两口子后来呢 生了两个孩子 这一辈子都算不错 一直到七十多岁 啊 这张进这身子 还挺硬冷 没事的时候 出来呀 跟结婚邻居聊会儿天啊 大伙都说 你看了吗 浪子回头 金不换 好多人都说 说你把这经验 跟大伙说一说 怎么能这样呢 张进叹了口气 嗨 独尽道 奸进杀 古人说话 也不差 劝君做事 须谨慎 太平无事 做生涯 哈哈